乌龙闯情关 当时觉得大汉皇帝流落民间纯属扯淡 后来知道有位皇帝就叫刘并以汉宣帝流巡 当时孙辽为狠火 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 暴露年龄了 水月冬天 题材新颖角色深刻 只是小时候没怎么看明白 一部广受好评的电视剧 那时候蔡少芬 张静还不是夫妻大 风云雄霸天下 有多经典就不必多说了吧 如今不经典已经被做成表情包 多年后才发现雄霸扮演者千叶真一是日本人 有时候觉得风云都是雄霸的配角而已 风云三电影版 电视剧版据说都要出了 但是没有人翻拍第一部 第二部 小李飞刀 容颜失去焦恩俊的李循欢 肖强的林诗音 吴京的阿飞 饰演丫鬟的范冰冰 贾尔静闻等所有演员都成了经典 盼着书翻拍 只是五毛可笑又不敢恭维 焦恩俊的李循欢 试问谁能超越 吴林外室 当年的黄海冰 可是号称内地古装小王子 只因措施了多部琼瑶剧 如今配角都演不到 内地武侠剧刚刚兴起的时候 吴林外室绝对是一部经典 听说朱七七去参加戏经的诞生了 雪花女神龙主要讲述的是江湖女侠上观念 女神龙为寻找自己的母亲踏上了一条前途未过的凶险历程 那时候的董璇和乔振宇真的是漂亮 帅气的不像话 至今无人敢翻拍 雪花神剑 估计好多人没看过 看过的都说经典 有时候也想再看一遍 只是当时的电视剧还没有字幕 强迫症真的忍不了 白梅大侠当年收拾冠军剧 刀是什么样的刀 多少八十 九零后的回忆 只是主演们大多销声匿迹 现在最火的是其中的大反派张子剑 小霞龙旋风吴奇龙1991年的电视剧 八零后估计看的也比较少 其中万里云变蝙蝠 花弄影变身十项的五毛特效 当时看来简直神奇 还有其中的外星人西西公主 二护法居然是苍田宝招 逆水寒意流传在宋朝时期的逆水寒剑被线索 讲述了宋朝的八大战主 保护逆水寒剑的江湖故事 只是全盘悲剧 又有点颠覆价值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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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